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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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解釋一下它什麼叫低頻控管器 因為它的規格裡面 它實際上它只 光單獨看它的設計 好像只有處理低頻 實際上確實 因為它的調整方式 它只負責從65赫子以下 一直可以低到3赫子 那一般坦白來講 不要說65 人耳差不多在 因為我實際測試過 以訊號產生器 在大系統放 Veyson Audio 甚至它當時的WAN 我們測到160 就已經聽不到 人耳是聽不到的 轉大聲有啦 就有感覺了 因為推空氣 純粹是空氣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得到 那理論上為什麼它還設計這個東西呢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為了要 也是要很簡單的幫你解決 在空間上面的 其實你聽不到的東西 那好比說 這個喇叭 我們看它的規格來講 好比說我們 我們就針對低頻嘛 這個喇叭規格 比如說它低 能低到60 那其實基本上 在就算今天這個空間 其實理論上是聽不到 為什麼 第一個 120赫子以下 你的坡長 我們聽的距離要8米 你才會聽得到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你的擴大機本身 它實際它的速度電流 控制你這個低音單體 抓得好不好 所以抓跟推意思是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聽到 所有的音樂 它是微量電流 送出來以後 震的去 附的回來 然後去驅動這個單體 那低頻負責 它的推空氣 就是在低的這個頻段裡面 它推得好不好 往前多少回來 速度要很快 那完全是要看 你在這個後期 為什麼說 有時候要花這麼大的錢 要花多錢去買好的後期 原因就是它控制的好不好 那相對的還有一個 你的喇叭 它的設計 它是不是需要一些更優秀的 電流比較大 瞬間 它的回轉率 上升時間 各方面都很好的一個擴大機 來伺候它 它才能讓你聽到 它好的那個規格 那還有第三點 就是你的空間 你的反射 剛剛講的是 年輕的位置以外 我們的反射 能量 各方面 你做不做得到 所以我們 總共講這三點 其實幾乎 目前來講 是聽不太大 那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讓你很簡單的 就能聽到那個低頻 那它的設計 就是剛剛講 從65Hz 一直可以低到3Hz 但是目前 我個人接觸這個機器 到目前不要說3Hz 我大概28Hz以下 我都沒有用過 其實有試過 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那那個東西 其實它這個設計 就是讓你配合你不同的系統 那後來我才了解 原來它越低的這個Hz 是要越大的系統 在你越大的空間裡面 它才會讓你聽到 比較好的效果 那當然它這個 這樣搭配 所以就包括你的小系統 小喇叭 一樣都可以 得到聽到好的聲音 是這個樣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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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